上位哥,这车上看一看 这有点乱 可以,我车上都这样 你这个地方是没有冰箱啊? 上来,上来,坐那边行 哥,你这车没有冰箱啊? 有啊,上来,上来,上来 没事,上来多会儿吧? 冰箱在这儿是吧? 是这种的冰箱啊? 就赛特福德的那152,怎么都一样啊? 不是啊,我那种的是中间隔开 然后上边那个保鲜,下边冷冻 是那种的 是那种的 冰箱仙,冰箱仙太小了 你看,我这烧坡没有用 我上教会拍了一个烧坡似的 回去装修一下,打成坏子 你看,这个地方呢,四个人 四个人还行 啊,就是吃个什么东西 净水机,热水器 那个那个那个,出雾箱 这都是 你这一船应该到哪里去啊? 都是,走不出雾箱啊 都是这些问题 就是这 你电视是放在那个位置 嗯 我把炉在哪里 冰箱在外面 你把上面床取,取起它 打上一圈棍 对 然后这个床升钢 它这个底下的空间也用不了了 升钢了才有储物啊? 你不升钢哪有储物啊? 它的意思是升钢 它底下是个,底下是些啥呢? 是些那个泥变器 它升级的,你看底下的空间 我说我就配了个八百五的那个 这个和它全盘的电源一样 它那里是泥变器,这里是啥呀? 坐的底下是啥呀? 暖风机啊 它这个就是这四个人坐着玩玩喝个茶的 这个还行 两个人在这大部分吃火锅炖个菜 这挺宽敞的 其他的 它的优点 其他都是缺点 提前多钱? 四十多 四十多 那也不便宜 不便宜 但是其实它这个,它这个车 做工各方面都挺不错的 它无非就是设计 就是那个15公斤少了 对 对 对 还有没有热水是不是 没热水 你那个洗手盆没有热水 没有,它只是要那个 就是我们就是晚上 嫂子,你上来 你没事了 你自己家里客气啥呢 客气啥 我给你们客气什么呢 对,上来 什么就是 其实我 我这天手动得像个鬼 那你们洗菜是吗? 我在车上是 洗菜的这里是热水 卫生间里洗手盆热水 碳达是锅炉烧的还是电 你发动机又没烧 发动机又没烧 如果行车的话 是行车的热水 如果说不行车 像它这样停下了 然后它有一个加热器 你把开关打开 就不用管它了 它就几秒钟就出热水 它是有一个一套的一个锅炉加热系统 它就在车里 因为我这个就跟这个一样的了 热水还是要有的 这个是热水出雾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也是习惯了 电瓶 你看 电瓶多大的 我现在这个我量的很大 我配了个这个 你就是品跟它不说 那个850 理电 850小点 你至少的一千 我讲上这个又是个850 两个是一样的 你这个 这个用得方便 这个 这个是个移动的电源 对啊 是移动电源 它顶上还有那个什么 太阳能 这个移动电源 这个就是 它买了一个太阳能板 你那800多的理电 你就啥也不干 也能停一些器 不是 就带冰箱的话 七八上十天没事 对 我再加这个 那不是问题 电其实就不大缺啥了 你只要就是一些 像你说的 一点储物没有停头 你再出去 出去 你装点东西 和这个热水 改吧 不大好改 一个是不好改 第二 改的就是说 弄了个四五相爷们 那你上面那个床 是不是不睡也没有用 睡过 但是 但是就是 偶尔就是 我会煽动啊 底下放满的东西 它睡在上铺 睡可以睡 东西 他回家 东西没地方放 东西很重 拿不上去 就这样吧 你叫他另外一个 那个家用空调 这空调噪音太大了 我的就是家用空调 我的新车 噪音太大 等我那新车出来 你就知道 你最好是用那个 进口底盘 进口的是换不了 因为我的车已经上线了 进口的那个底盘 你别看一样 等你再换哥 你可以换进口的 它又不一样 可是进口一个底盘 买这么一辆车了 哎 差不了那么多 可是差不了那么多 给你妈一个名 小牛牛大 你小牛的 是不是 哦 那天那个入租信息 那天 对 对 我也看不见 哎 你俩没起呢 我确实没起 老哥打门给我叫进来 我还穿着睡衣呢 反正他一会要走 要走 然后那个 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就来疼花了 就去过来聊聊他了 车多了嘛 车多了 车多了 不休息了 那这个小牧 这没闲了 还要回来麻烦你们啊 这个说的 在外了 哎 你真是很客气 谢谢你们啊 好 好 今天我三月下长住 我来了一会儿 我发现这个季节 不是很好 太冷了 这个还是有点冷 你那个 就是那个店 一定叫他给你配大钱 我的店是一千里电 一千里电 一千里电 七百瓦天 嗯 一千里电 够是可以了 因为我的脚步比较快 我车上有一个移动电源 但你管车是你老走 对 他就没事 就不缺点了 一走他就充满了 一走他就充满了 他不挠人吧 看来呀这个买房车 还是不能冲动 要不然就像大哥说的 钱花了 哎 房车买了 发现很多功能都丧失了 要不就是布局不合理 想改吧又麻烦 不改吧 用着又不舒心 像大哥这个车 没有储物空间 没有热水 好了 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 如果你们对房车有什么 新的看法想法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我陪嫂子哥哥在聊一会儿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是流浪傻妞 一个喜欢倒是最流浪的傻丫头